師叔 你吃甚麼這麼滋味? 甚麼事? 正在享受黃金西米露 你真會享受 剛出街跑完數回來公司 這麼熱 這個芒果西米露是公司送的 所謂特別透心涼 真的跟人不同命 為甚麼公司對你這麼好? 師叔的地位果然超然 其實公司對每位 agent 都很好 因為盟理香港120週年 case productivity challenge 獎賞 所以才有得吃 人人都可以參加 師叔 你是否說公司每個月送的美食禮券 我也收到幾張 但其實我不太知道怎樣玩 師叔 不如你教我 怎樣可以拿這些美食禮券 怎只有美食禮券這麼少 還有黃金送 蛤? 其實要拿美食禮券和黃金很簡單 只要你記住三個法則 你猜是甚麼法則? 我知道 是否一二三四五六七 多勞多得 膚淺 聽著 第一 三四五六七八九法則 三個business unit 每個月四個case 每個business unit 最少做五張單 總共超過六十張單 七個月內保持到case數 這樣就發了 九九九 四條九 黃金金幣就到手 第二 二加三法則 即是每日最少兩個appointment 打三個call call keep著找客 增加曝光率 開case 沒有難度 第三 一加一大過二法則 在每次見客 做好fact 照顧他家人各方面的需要 準備多幾份proposal 一變二 二變四 成家人一齊做 之後還有很多加單 還有做好fact 紀錄 當公司一出promotion的時候 第一時間call 好聖話那麼容易 聽你這樣說 即是跟客戶保持緊密的聯繫 多開口 不怕吃虧 加上熱誠的服務 case王怎麼笑得你 全對 case生意要趁手 美食黃金可擁有